每日神话 不是在真理的世界中成长 也不是在圣洁的环境中长大 更不是在光明中生存 所以每个人的本性中 不可能先天就具备真理 更不可能与生俱来 就有敬畏神 顺服神的实质 相反 则是具备了抵挡神 背逆神 不喜爱真理的本性 这个本性就是我要说的问题 背叛 背叛是每个人抵挡神的根源 这个问题只在人的身上存在 并不在我的身上存在 有的人会提出这样的问题 同样都在人间生活 为什么人人都有背叛神的本性 而基督却没有呢 这个问题很有必要向你们解释清楚 人的生存 人的生存是在灵魂轮流投胎的基础上而有的 也就是说 每个人都是在其灵魂投胎时 而有了人肉体的生命 当人的生命 当人的肉体降生以后 那这个生命就开始延续直到肉体的最大限度 也就是灵魂出窍的最后时刻 周而复始 人的灵魂来了又去 去了又来 就这样地维持着整个人类的生存 肉体的生命 也就是人灵魂的生命 人的灵魂来支撑着人肉体的存在 也就是说 每个人的生命都是从人的灵魂而来的 并不是肉体原有的生命 所以 人的本性都是来源于人的灵魂 并不是来源于人的肉体 每个人怎样经过撒旦引诱 苦害 败坏 这只有人的灵魂知道 人的肉体是无法知道的 所以 人类都在不知不觉中 越来越污秽 邪恶 黑暗 而且人类与我的距离越来越远 人类的日子越来越黑暗 人的灵魂都掌握在撒旦的手中 这样 人的肉体也就不言而喻地被撒旦侵占了 这样的肉体 这样的人类 怎能不抵挡神 怎能与生俱来就与神相合呢 撒旦被我打到半空的原因 就是背叛我 那人类怎能摆脱干系呢 这就是人的本性 就是背叛的原因 你们明白这个道理以后 那我相信你们对基督的实质也应有所相信了吧 神的灵所穿上的肉身 是神自己固有的肉身 神的灵是至高无上的 神的灵是全能的 圣洁的 公义的 那同样 他的肉身也是至高无上的 也是全能的 圣洁的 公义的 这样一个肉身 只能做出公义的事情 做出对人类有益的事情 做出圣洁的 辉煌的 伟大的事情 不可能做出违背真理 违背道义的事情 更不可能做出背叛神灵的事情 神的灵是圣洁的 所以 他的肉身也是不能经过撒旦败坏的 他的肉身是与人有不相同实质的肉身 因为撒旦败坏的是人 而不是神 而且撒旦也不可能败坏神自己的肉身 所以 尽管人与基督同样生活在一个空间 但是只有人能被撒旦占有 利用 坑害 而基督却永远都不可能被撒旦败坏 因为撒旦永远都不能达到至高处 永远都是不可能靠近神的 今天你们都应明白 背叛我的只有被撒旦败坏的人类 这个问题与基督永远无关无分 永远都不可能被撒旦败坏的人 是否能有什么问题与人都不可能被撒旦败坏的人